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葡萄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一种干果 葡萄干是借助于太阳热 或者是人工加热时葡萄干果实脱水形成的食品 含糖量高是典型的高能量营养品 葡萄干很普通,并且价格特别的实惠 一年到头在超市都可以买到 但千万别小瞧这一颗颗小小的葡萄干 用好了它的效果营养价值比冬虫下草还要好 很多人都觉得葡萄干营养丰富 香甜软弱又美味 老人孩子都特别的喜欢吃 殊不知小小的葡萄干具有非常多的功效 第一,它可以抗衰老 葡萄干的第一个优点就是经过脱水的过程中 由于它的成分变浓缩 所以就算吃得很少 也可以充分的吸收花青素等有效的成分 花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 可以清除身体自由基能够有效的 预防黑色素、防皱纹等 并且还可以预防动脉周样硬化、高血压等病症 第二,可以有效的防止细胞癌变 近年来研究还证明葡萄干有防癌的功效 可以有效的防止细胞癌变或抑制恶性肿瘤的增长 第三,促进消化、排毒、养颜 改善面色苍白、手脚冰凉等症状 葡萄干的含铁量是新鲜葡萄的15倍 另外,葡萄干还含有多种矿物质 维生素和氨基酸 是体虚贫血制的佳品 补血效果一点也不会输给红枣 第五,降低心脏病的危害 研究发现吃葡萄干有助于降低心脏病的危害 葡萄干是多种抗氧化剂的重要来源 这些抗氧化剂有助于干扰、党固醇吸收 进而起到防止心脏病的作用 而葡萄干内含有大量的葡萄糖 多种矿物质、维生素和氨基酸 对于心肌有营养的作用 也有助于冠心病、患者的康复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葡萄干的养生吃法 效果比吃冬虫下草还要好 我们先准备10克的葡萄干 接下来再准备5克的枸杞 在日常生活中 枸杞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滋补品 它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是非常高的 枸杞的功效主要是滋补干肾 对于干肾亏虚导致的各种问题 都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比如说长期头晕、耳鸣、贫血、腰吸酸软等 另外枸杞可以提高皮肤吸收养分的能力 还能够起到美白的效果 所以想要皮肤变得好的朋友 可以每天多吃一些枸杞来进行缓解皮肤粗糙的状况 另外枸杞还可以撞羊、抗疲劳、养肝、明目 我们先用淀粉把枸杞和葡萄干 干抓一下然后加入清水把它们清洗干净 再准备3-5克的红枣 用清水把红枣清洗干净 红枣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的一种滋补品 红枣主要的中医食疗功效就是养胃、健脾、养血 滋补强盛等等 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说 红枣当中有着重要以及丰富的维生素 所以通常说红枣是天然维生素丸 而维生素当中尤其像维生素C 对于抗衰老、保护血管内膜 以及抗肿瘤都有明确的功效和作用 另外在红枣当中还有着植物化学物 这种植物化学物有抗癌的作用 红枣的食用方法也是比较多的 可以泡水喝、炖甜品、炖汤 适合大多数人群 尤其是体弱女性 经常使用红枣对于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清洗干净的红枣用剪刀把果肉剪下来 早合去除 接着再准备3克左右的干玫瑰花 玫瑰花泡水喝能够美容、养颜、淡化色斑 可以舒缓情绪、调节类分泌 还可以促进脂肪代谢、减肥 玫瑰花泡水喝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那是因为玫瑰花有活血、化瘀 调节身体内脏的功能 所以对于月经不调、面部、长斑 通过喝玫瑰花水 可以达到很好的调理作用 另外还可以促进皮肤美白 还可以淡化皮肤的色斑 第二玫瑰花泡水可以达到疏肝解育的作用 调节、类分泌或者是一些慢性炎症 都有良好的调理作用 另外玫瑰花泡水对于口臭也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因为玫瑰花有着浓烈的芳香 泡水喝能够改善一些口臭的症状 玫瑰花泡水具有一定的减肥作用 那是因为玫瑰花泡水能够帮助消化和消除体内的脂肪 玫瑰花用清水把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饭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清洗干净后先切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生姜不但可以用来做调味品 它还是一个开胃、健脾 能够抗菌、提神 作用非常强大的 经常吃一些生姜还可以抗衰老 因为生姜中的姜辣素进入人体后 能产生一种抗氧化酶 它有很强的对付养殖油机的本领 比维生素液还要强得多 生姜的药用价值是非常强大的 切好的生姜丝 我们也把它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养生糊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花茶键煮上半个小时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这道茶经常煮来喝 对于肝脏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 葡萄干泡水 它的神奇地方在于它可以促进肝脏健康 通过其特定的在肝脏生化反应过程 帮助它有效地排出血液中的毒素 葡萄干泡水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来源 它有足够的能力减轻体内的毒素积累 所以葡萄干泡水只要喝上一周的时间 就可以把肝脏中的毒素给排出 还你一个更加健康的肝脏 常喝这道茶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枸杞、葡萄干可以软化血管 增强血管弹性 清除血管中的垃圾 对于老年朋友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大的好处 另外葡萄干和红枣都有非常好的补血效果 如果缺铁性贫血的朋友 也可以常煮这道茶喝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缺铁性贫血 加入了玫瑰花 可以帮助我们梳干、解育、淡化射斑 女性朋友常喝 可以帮助我们保养皮肤 延缓皮肤衰老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